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 他让迈克现在做什么 迈克 咱们先去踢球 一会儿再做作业吧 问 他让迈克现在做什么 二 张东 你不是不舒服吗 怎么又来上课了 问 说话人是什么意思 张东 你不是不舒服吗 怎么又来上课了 问 说话人是什么意思 张东 你不是不舒服吗 怎么又来上课了 问 说话人是什么意思 三 小李 快 小张的电话 问 他让小李做什么 小李 快 小张的电话 问 他让小李做什么 小李 快 小张的电话 问 他让小李做什么 四 我已经参加托福考试了 下个月可能知道成绩 问 他说话人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参加托福考试了 下个月可能知道成绩 问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已经参加托福考试了 下个月可能知道成绩 问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五 这场跟日本队的比赛 你们韩国队踢得真好 祝贺你们 问 这场比赛可能哪个队赢了 这场跟日本队的比赛 你们韩国队踢得真好 祝贺你们 问 这场比赛可能哪个队赢了 这场跟日本队的比赛 你们韩国队踢得真好 祝贺你们 问 这场比赛可能哪个队赢了 六 小李 你刚才问老师了吗 这个字怎么念 问 他想知道什么 小李 你刚才问老师了吗 这个字怎么念 问 他想知道什么 小李 你刚才问老师了吗 这个字怎么念 问 他想知道什么 七 张东 你不是要去邮局寄包裹吗 我要去邮局买纪念邮票 一起去吧 问 张东 你不是要去邮局寄包裹吗 问 张东 你不是要去邮局寄包裹吗 我要去邮局买纪念邮票 一起去吧 问 张东 要做什么 八 老师 您不是说 这个太极拳班不让留学生参加吗 问 这句话的意思是 老师 您不是说 这个太极拳班不让留学生参加吗 问 这句话的意思是 老师 您不是说 这个太极拳班不让留学生参加吗 问 这句话的意思是 九 天方 你们不是说七点出发吗 怎么还没走呢 问 现在大概几点 天方 你们不是说七点出发吗 怎么还没走呢 问 现在大概几点 天方 你们不是说七点出发吗 天方 你们不是说七点出发吗 怎么还没走呢 问 现在大概几点 十 小华 我昨天不是告诉你 晚饭饭以后不要去打球吗 怎么又去了 问 小华刚才做什么了 小华 我昨天不是告诉你 我昨天不是告诉你 小华 还在办公室吗 已经下班了 问 小刘可能去哪儿了 小李 小刘还在办公室吗 已经下班了 问 小刘可能去哪儿了 小李 小刘还在办公室吗 已经下班了 问 小刘可能去哪儿了 二 小方 你参加工作了吗 我大学还没毕业呢 问 小方现在做什么 小方 你参加工作了吗 我大学还没毕业呢 问 小方 现在做什么 小方 你参加工作了吗 我大学还没毕业呢 问 小方现在做什么 小张 又去钓鱼了 成绩怎么样 今天还可以 昨天不好 问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小张 又去钓鱼了 成绩怎么样 今天还可以 昨天不好 问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小张 又去钓鱼了 小张 又去钓鱼了 我五点就起床了 我五点就起床了 太困了 半个小时以后 我又睡了 问 迈克为什么又迟到了 迈克 你怎么又迟到了 是不是 昨天晚上又休息得太晚了 不是 昨天晚上又休息得太晚了 不是 是今天早上 起床起得太早了 我五点就起床了 太困了 半个小时以后 我又睡了 问 迈克为什么又迟到了 迈克 你怎么又迟到了 是不是 昨天晚上又休息得太晚了 不是 是今天早上起床起得太早了 我五点就起床了 太困了 半个小时以后 我又睡了 问 迈克为什么又迟到了 五 小刘 小王是不是下班了 经理不是让他去机场接人了吗 问 小王去哪儿了 小刘 小王是不是下班了 经理不是让他去机场接人了吗 问 小王去哪儿了 小刘 小王 是不是下班了 经理不是让他去机场接人了吗 问 小王去哪儿了 六 张东 昨天上午怎么没来上课 我的朋友病了 我陪他去医院了 问 张东昨天为什么没来上课 张东 昨天上午怎么没来上课 我的朋友病了 我陪他去医院了 问 张东昨天为什么没来上课 问 张东 昨天上午怎么没来上课 问 张东昨天为什么没来上课 七 喂 你好 请帮我找一下王校长 他去开会了 你下午再打吧 问 他们俩在做什么 喂 你好 请帮我找一下王校长 他去开会了 你下午再打吧 问 他们俩在做什么 喂 你好 请帮我找一下王校长 他去开会了 你下午再打吧 问 他们俩在做什么 八 哎 这是谁的作业本 上面不是有名字吗 问 女的是什么意思 哎 这是谁的作业本 上面不是有名字吗 问 女的是什么意思 哎 这是谁的作业本 哎 这是谁的作业本 哎 这是谁的作业本 上面不是有名字吗 问 女的是什么意思 九 小张 听说你最近又要去旅行 最近几天南方天气不太好 过几天再去 问 小张可能去哪儿旅行 小张 听说你最近又要去旅行 最近几天南方天气不太好 最近几天南方天气不太好 过几天再去 问 小张可能去哪儿旅行 十 哎 小刘 你不是说你不喝酒吗 啊 对啊 我是说不吃饭的时候不喝酒 问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哎 小刘 你不是说你不喝酒吗 啊 对啊 我是说不吃饭的时候不喝酒 问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哎 小刘 你不是说你不喝酒吗 啊 对啊 我是说不吃饭的时候不喝酒 问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三 听下列对话并选择正确答案 打电话 喂 是小刘吗 是我 你为什么不到下班时间就走了 我到医院去看病了 那你昨天为什么迟到呢 到火车站送我姐姐了 前天下午来上班时 你怎么还喝酒了 我去参加婚礼了 你呀 刘亮 你要好好想一想 还想不想在这儿工作了 您叫我什么 刘亮 我是刘建国呀 你那儿不是六三二七二三五一吗 不是 一 这个电话找谁 二 刘亮今天为什么不到下班时间就走了 三 刘亮昨天为什么迟到了 四 刘亮前天做什么了 五 刘亮工作怎么样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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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七二三五一是谁的电话号码 六三二七二三五一是谁的电话号码 七 打电话的大概是什么人 八 刘亮昨天工作怎么样 九 谁接电话了 打电话 打电话 你呀 你呀 刘亮 刘亮 你要好好想一想 还想不想在这儿工作了 您叫我什么 刘亮 我是刘建国呀 你那儿不是六三二七二三五一吗 不是 一 一 这个电话找谁 二 刘亮今天为什么不到下班时间就走了 三 刘亮昨天为什么迟到了 四 刘亮 刘亮前天做什么了 5 留恋工作now 二 整个 六 六三二七二三五一是谁的电话号码 4 7. 打电话的大概是什么人? 8. 刘建国工作怎么样? 9. 谁接电话了? 4. 根据录音内容判断证误,对的画钩,错的画差。 爸爸和儿子 喂? 爸爸,是我。 哦,是儿子。你等等,我去叫你妈来接电话啊。 爸,不要叫妈妈了,我今天就跟您说话。 跟我说话? 为什么?是不是又没钱了? 不是,爸爸,我们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聊天了。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我已经工作了,上个月给我工资了,两千块呢。 爸爸,这些年您给我的帮助太大了,我只想跟您说一句,爸爸,谢谢您。 你今天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喝酒了? 1. 这个电话是儿子给爸爸妈妈打的。 2. 儿子因为没钱了,所以给爸爸打电话。 3. 爸爸上个月给儿子两千块钱。 4. 儿子想谢谢爸爸。 5. 因为儿子喝酒了,所以他说的话,爸爸听不清楚。 6. 这个爸爸和儿子不常聊天。 5. 爸爸和儿子。 5. 喂? 5. 爸爸,是我。 5. 哦,是儿子。 5. 你等等,我去叫你妈来接电话。 5. 爸,不要叫妈妈了,我今天就跟您说话。 5. 跟我说话? 5. 为什么? 5. 是不是又没钱了? 5. 不是,爸爸。 5. 我们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聊天了。 5.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5. 我已经工作了。 5. 上个月给我工资了,两千块呢。 5. 爸爸,这些年您给我的帮助太大了。 5. 我只想跟您说一句。 5. 爸爸,谢谢您。 6. 你今天怎么了? 7. 是不是喝酒了? 6. 这个电话是儿子给爸爸妈妈打的。 7. 儿子因为没钱了,所以给爸爸打电话。 7. 爸爸上个月给爸爸打电话。 8. 给儿子两千块钱。 8. 给儿子两千块钱。 4. 儿子想谢谢爸爸。 5. 因为儿子喝酒了,所以他说的话爸爸听不清楚。 6. 这个爸爸和儿子不常聊天。 5. 请选择正确答案。 5. 票价。 5. 这个电影院的票价有三种。 5. 楼下一到十五排二十块钱一张。 5. 十五排以后的都是十五块钱。 5. 楼上全都是十块钱。 1. 这个电影院的票价有几种。 5. 楼下二排的票多少钱一张。 6. 楼下二排的票多少钱一张。 6. 楼下二十排的票多少钱一张。 6. 楼上全都是十五排二十块钱一张。 6. 票价。 7. 这个电影院的票价有三种。 8. 楼下三十五排十五 Missile 。 1. 楼下二排的票多少钱一张。 楼下二十牌的票多少钱一张 楼上全都是 下列句子与你听到的是否一致 一致的画钩 不一致的画差 一你有没有主意 二那儿有一个操场 三他每天早晨跑步 四 对别人别太挑剔了 五 请在这儿登记 六 这种风景真好看 七 对不起 我们不能接收 八 要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九 师生们牺牲了很多个人时间 十 这次考试没能正常发挥 十一 快写 时间到了 一 你有没有主意 二 那儿有一个操场 三 他每天早晨跑步 四 对别人别太挑剔了 五 请在这儿登记 六 这种风景真好看 七 对不起 我们不能接收 八 八 要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九 十 师生们 师生们牺牺牲了很多个人时间 十 这次考试没能正常发挥 十一 十一 快写 时间到了 十一 快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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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